先把这个干面粉倒到这个搅拌机里边 然后点动机器开始加水 这个做面条的话一般是一斤面粉加那个3.5两的水 这个水啊要缓缓的加入 一般情况下搅动个三五十秒就可以了 现在把这个面放出来 放出来以后把这个面一会加到这个五组的鲜面条鸡里边 然后将面粉倒到面仓里边 打开机器 把鸡头里边的这个面材 用手引导到第四度压口 然后再引导到第五度压口 但是太好了 这才那个很好的 这这么好 太好了 这很硬的 那么 现在没那么多的 这个摩擦 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个是五组260 纤面条鸡 这边是一个切刀的装置 生切的一个装置